为在亲子综艺里摆烂人设,原女主用没熟的豆角,把我女儿喂成了食物中毒,又指挥几个孩子帮她买零食奶茶,导致我女儿出了车祸,浑身擦伤。 面对我的质问,她咬着奶茶吸管,无辜地眨眼睛。 对不起吗,我只是想吃那个唐山渣,又懒得动。 我冷笑着,甩了她两耳光,对,你又懒又馋,看见什么都想尝尝。 墙角还放着耗子药呢,你现在就过去舔一口试试。 我带着女儿陆维青参加了一档时下最火的亲子节目,和妈妈的十天旅行,带着孩子在某村庄后山的山间别墅待十天十夜。 除了特定的任务之外,节目组不会插手任何事。 刚下车,就在录制现场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乔玄,她正坐在行李箱上来回滑动,指挥着她六岁的儿子给她买酸奶,又让她把栗子包了壳,一颗颗喂到她嘴边。 健壮,维青小声问我,妈妈,你想不想吃?我摇头,伸手在她发顶揉了揉。 你还小,不用干这种事情。 大概是声音有点大,被乔玄听见了。 她不懈地撇了撇嘴,又很快反应过来,节目全程直播,现在就已经开始录了。 于是扬起笑容,冲我摇了摇手里的酸奶瓶。 哎呀,陆姐姐,罐子如沙子。 小孩子就是要多干点活,多锻炼,才能懂事啊。 我扯扯唇脚,我怎么教孩子,不劳乔小姐费心。 直播才刚开始,观众并不是很多,但弹幕已经在刷了。 陆玉又开始装X了,谁来救救我? 看他干嘛,看乔乔和他儿子顾子轩啊,多可爱。 这是什么照顾妈妈的贴心小王子,我也好想生一个。 节目组的车在上我们,前往节目录制的那座村庄。 乔玄一上车就靠着顾子轩的肩膀,呼呼大睡。 路上,我给维青测了体温,发现不烧了,才放下心来。 又问他晕不晕车,想不想吃个橘子。 维青嗓音软软的,不用了妈妈,你快休息吧。 昨晚看书,看那么晚。 弹幕又开始刷。 陆表现在都开始用小孩子,给自己草劳魔人设了。 前面虽然说得难听,但话操理不操。 哈哈哈哈,瞧瞧好可爱,睡得像只小猪一样。 顾子轩看他妈妈的表情,真的好宠。 啊,老母亲的心要化了。 作为娱乐圈的老魔女明星。 我的璀璨心图,从乔玄出道那天起,就走向下坡路。 我在剧组点灯遨游的拍戏两个月,抵不上他在镜头前一句。 人生嘛,现在不摆何时摆。 因为我们年龄相仿,走得又是相同风格,世事都会被拉出来比较。 我和乔玄一起参加采访,被问最近看什么书。 我说,在看王小波的《黄金时代》,不过只读了一半就进组了。 乔玄红着脸,扭扭捏捏地吐出一本网文的名字。 当晚就上了热搜。 锦号原来乔玄也是原胆女孩。 话题铺满广场,他被誉为娱乐圈唯一活人。 至于我,荣登对赵组,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装X饭。 大家嘲讽我,还黄金时代,看得小时代吧。 后来我在剧组看书的照片流传出去,又引发了新一波全网潮。 大家都说我,利人设太过,会被反噬。 还有人给我下了评语,演技可圈可点,做人一塌糊涂。 车程庭远,我搂着围青睡着了。 脑子里零零星星,觉醒了一段记忆。 原来这是本叫《摆烂女主全网爆红》的爽文小说。 旨在描述原女主乔玄一帆风顺,仿佛如有神助的人生。 她什么都不用做,每天醒了吃,吃了睡,就能靠着所谓真性情的摆烂行为收获一大批粉丝。 只要安心躺平,就能自动吸引一众男主男配的关注。 别人求不来的绝佳资源唾手可得。 而我拼尽全力往前跑的人生,不过是她轻松躺阴之路的对照组。 最后她红遍全网。 而我因为多次为难她,被男主封杀,代言解约,最后身负拒债自杀。 这档亲子综艺,就是她全网爆红之路的开端。 我醒来,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住进别墅后,节目组很快给分配了房间。 为了保证节目效果,接下来的一切都要亲力亲为。 不能向外界求助,工作人员不会再提供任何帮助。 我带着围青走进房间,刚放下行李,房门就被敲响了。 开门一看,事故子萱。 她看着我,阿姨,我妈妈说想住有落地窗的房间,我可以和你们交换吗? 我笑了笑,温和且坚决地拒绝,不可以。 小孩的表情僵了僵。 大概是没想到,我会这么不客气。 但是我妈妈,这是节目组分配的房间,你妈妈要是有什么意见,让她自己去找节目组说。 我毫不客气地关上了门。 弹幕又开始了。 有没有搞错,对小孩子这么不客气? 果然暴露本性了。 但乔玄把小孩推出来,要求换房间,不太好吧? 对对。 让我想到了,高铁上那些,拿孩子道德绑架的宝妈。 大概是换房间没成功。 中午吃饭的时候,乔玄气鼓鼓的。 顾子萱就主动泡了面,还掰了火腿肠放进去,哄着她吃。 乔玄直接懒洋洋瘫在沙发上,让她喂自己。 不用猜都知道,这会儿弹幕肯定把她夸上天了。 无非就是可爱,真性情,任性的老母亲一类的。 我目光扫过一眼,低头问维青,中午想吃什么? 维青小声说,都可以。 我抿了抿唇,让她在沙发上坐一会儿,自己转身进厨房。 米饭闷在锅里。 我麻利的处理食材,做了两个菜。 番茄炒蛋和香煎鸡翅。 等饭菜端出去,才看到维青坐在沙发上翻书。 乔玄正蹲在她面前,笑嘻嘻地说,看书多没意思。 来,阿姨带你去峡谷浪,我打几贼溜。 维青很有礼貌,不用了,谢谢。 客气什么,小孩子就该有个快乐的童年啊。 你还这么小,你妈就开始鸡娃,让你看什么奥数题,也太变态了吧。 维青脸色一变,原本软乎乎的声音也冷下来。 你误会了,是我自己要看的。 我喜欢数学,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为国争光的数学家,而不是社会的蛀虫。 乔玄的表情有些难堪。 我走过去,无视了她,直接把维青抱起来。 先别看了,吃饭。 她点点头,和尚奥数提及,然后猝不及防,在我脸颊亲了一口。 最爱妈妈,弹幕寂静了一瞬,然后开始疯狂刷。 啊,这是什么人间小天使,好想亲一口。 陆玉这种装X饭,怎么能生出这么可爱的孩子啊? 前面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陆玉教得好。 一本正经说着,要成为数学家的样子,凹死肉。 我和维青刚吃了两口饭。 顾子轩又来了。 陆阿姨,我妈妈想吃鸡翅。 我微微一顿,维青立刻加了只鸡翅给我。 妈妈做的鸡翅最好吃了,怎么都吃不够。 声音很甜,表情看起来很正常。 但眼底隐藏的担忧恐惧,还是让我心头一痛。 我把鸡翅盘子推到她面前,喜欢就多吃点。 你太瘦了。 然后淡淡地看着顾子轩。 厨房里还有,自己做去吧。 丹玉又开始骂我。 卧槽,让一个六岁小孩去厨房开火做饭,有病吧? 也有反驳的。 不是乔玄先指挥她儿子的吗? 难道外人还要替她儿子照顾她? 而顾子轩,不愧是原文里人气极高的女主儿子,继承了男主的霸总特质。 她依旧冷静。 那陆阿姨可以教我怎么做吗? 我温柔慈爱地笑了。 哦,不可以呢。 话音未落。 一旁的沙发上忽然传了一声轻微的唾气。 乔玄揉了柔发红的眼圈,一脸赌气,不吃就不吃嘛。 顾子轩,回来,我带你点外卖去。 身处偏远小村,哪来的外卖? 乔玄坐了一通,最终还是无奈地坐下来,吃上了顾子轩给她做的泡面。 傍晚,来参加节目的几对嘉宾到齐,房间分配完毕。 我从包里翻出剧本,开始仔细研读。 等这档综艺录完,再过一周我又要进剧组了。 我看剧本,维青在旁边研究她的儿童绘本。 各自沉静,乔玄的声音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来。 哇,陆姐姐你也太卷了,录个综艺,大半夜的还在钻研剧本。 角色揣摩到一半被打断。 我有些不快地抬起头,看到是她,心情就更差。 个人习惯,乔小姐大可不必表现得这么夸张。 乔玄摇了摇头,你这样,连带你女儿也跟着卷起来。 我们普通人会很有压力的。 普通人? 哪个普通人能靠着整天吃吃喝喝作用几千万粉丝,还挣着别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日薪。 我嘲讽的笑笑,合上剧本,乔小姐,既然你的人生至高目标就是摆烂到底。 那我看不看剧本,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还是说你一边摆烂,一边时时刻刻注意着别人的动静。 别人稍有努力,你就摆不下去了。 她愣在原地,好一会儿才露出无辜的笑容。 我就开个玩笑,陆姐姐,你别生气。 你努力当然不要紧啊,我是担心青青,她才六岁,这么晚不睡。 我还在看书,话说到这里顿住,她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 弹幕一股脑地刷,有人相信陆玉真的在看剧本吗? 反正我不信。 乔乔的话说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明明休息时间还在加班的眷王,好可怕,心疼乔乔。 前面的,你先心疼加班都没加班费的自己吧,笑死。 撂下那句话,乔玄就离开了。 隔着很远的距离,还是能听到她的声音。 顾子轩,我想喝奶茶。 我盯着她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直到走廊另一头的房门关上,才回到房内。 围青抬头看着我,我看完这个故事就睡。 妈妈。 第二天,节目组下发任务卡。 山下的村子因为地处偏远。 住得大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我领到的人物卡,是帮一位寡居多年的奶奶把水缸挑满,打扫卫生,修理门框。 至于乔玄,她的任务最简单,在别墅里带着孩子,做一顿给其他嘉宾的午饭就好了。 面对镜头,她儿子顾子轩一脸淡定,我会好好完成任务的。 乔玄也煞有介石地点头,我会打好下手的。 我带着围青出了门,她小声说,妈妈,我也可以学做饭。 你不用学。 我握着她的手,养了一年多,曾经骨瘦如柴的小姑娘,终于有了点肉。 你才多大,真去学着做饭照顾人,那才是我的市值。 那爸爸呢? 她忽然提起周时川,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说,爸爸也不需要你照顾,你只需要做你开心的事情就好。 下山的路上,围青乖乖牵着我的手,一直没说话。 我低头看了眼手机,发现周时川新发来了一条消息。 围青应该是想我了,这次录完节目过来住几天吧,我去接你们。 手指在屏幕上顿了好一会儿,我才回复,周总日理万机也会看这种无聊的综艺直播吗? 有你和围青,怎么会无聊? 哪怕只是对着文字,我也能想象到周时川现在的表情。 是她一贯的温和冷静,眼睛里却泛着春水般勾人的笑意。 沉默两秒,我把手机装进口袋里,和围青一起进了村子。 我让围青坐在旁边的小凳子上,给奶奶读她的儿童绘本。 而我挑满水缸之后,则继续拘木料,定新的门框。 弹幕开始讨论,陆玉这是装的吧,女明星会做木工活。 突然想到之前吃的瓜,说是陆玉出身农村,大学都没读就出道了,会干活也很合理吧。 我觉得她帮奶奶干活,她女儿在旁边给奶奶念故事这个画面,还挺戳我的。 其实,她演技还挺灵,做人真实点,不要那么装就好了。 干完活回去,乔玄带着固子轩在厨房忙活。 我看了看自己一身的木刺和灰尘,让围青在楼下等着,我先上楼洗澡,换个衣服。 前后不过半小时,下楼后,其他几对嘉宾陆陆续续回来了,乔玄端出几盘菜,嚼着开饭。 围青忽然往前一倾,扶着茶几遍沿吐了出来。 妈妈,我头晕,我脑袋嗡的一下,快步走过去。 她没吐什么出来,除了一点绿色的,胃消化的豆角。 我把她抱起来,冲进卫生间,拍着后背让她吐。 围青用满是冷汗的小手攥着我,没有吐的了,乔玄阿姨让我尝尝她的手艺,我只吃了两口。 我抱她回房间,安置在床上,右下楼冲了杯温热的淡盐水,让她喝完。 眼看着围青的脸色一点点好起来,我这才放心。 一出房门,就看到了走廊上的顾子轩,抿着嘴唇,一脸严肃。 乔玄躲在她身后,怯声声地看着我,像是被吓到了。 陆阿姨,午饭是我做的,如果有什么问题我来承担,和我妈妈没关系。 乔玄问我,围青没事吧? 我冷冷地看着她,乔玄,你二十四岁,别真把自己当弱智儿童。 什么事都推给你儿子,要是我女儿出了什么问题,这节目,你就别录了。 乔玄眼睛又红了,真的不是我,菜是顾子轩做的。 弹幕炒翻了天,刚才厨房做饭的时候没镜头,看不到菜是谁做的。 好大的口气,还这节目你别录了,陆表以为他是谁啊? 前面的药镖脸,不是乔玄先给人家女儿喂有毒的豆角,还甩锅给小孩子,恶心。 陆玉这老母鸡互宰的样子,莫名让我想到了我妈,好想哭。 顾子轩坚持说菜是她做的。 我问她,你是觉得自己才六岁,就算真有事,我也不能追究你的责任,是吗? 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真有问题,我会承担责任,我爸爸也会负责的。 她后面的乔玄忽然扯了扯她一百。 你别叫顾涵,我才不要她帮忙呢。 顾子轩没心跳了跳,耐着性子解释,就算我不叫,她也会看节目,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 顾涵就是顾子轩的爸爸,也是原文男主。 乔玄神色几度变幻,最后定格在一种微妙的甜蜜上。 那我也不要她插手,我的事情我自己解决。 我忍着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吐出一个字,滚,然后甩上了门。 在房间里,裴维钦待了两个多小时,喂了几次水,她终于恢复了正常。 我下楼给她做了碗清汤面,盯着她吃完。 维钦问我,妈妈,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刚才我和乔玄顾子轩的争执就发生在门外,她肯定是听到了。 这不叫添麻烦。 我把她抱在怀里,维钦,你是妈妈的女儿,妈妈为你做这种事,是应该的。 因为维钦生病,我们房间的直播摄像头暂时切掉了。 我哄着她睡下后,去阳台给周世川打了个电话。 我看到节目了,电话里,她的声音难得带了点冷意。 你想怎么处理,我都给你兜着底。 我应了声,周总,谢谢你。 阿玉,维钦是我们俩的女儿。 我没说话。 事实上,我和周世川不过是对挂名夫妻。 当初,我想收养为亲。 而她,被家里人逼婚逼烦了,才有了这段各取所需的婚姻关系。 我深知周世川和我的差别犹如天欠,主动提出签署婚前财产协议。 还记得当时周世川的表情。 她坐在老板椅上,冷静地听我陈述完协议条款。 直接轻敲桌面,都听你的。 我没有意见。 这么久以来,我一直在尽我所能,把自己的事业和周世川切割开来。 唯恐以她为靠山后,她抽身而去,我会站不住倒下。 但唯亲的事情是例外。 得到周世川的担保后,我心里的最后一丝顾虑也消失了。 第二天唯亲痊愈,节目组又恢复了对我们的拍摄。 我去厨房洗了把豆角,过了油就捞出来, 推到正在一边吃早饭,一边乐呵呵追剧的乔玄面前。 是。 她愣了下,抬眼看着我。 你有病吗? 你女儿不是都好了吗? 你应该庆幸她好了,不然你就不是吃豆角这么简单了。 我勾了勾唇角,眼中并无一丝笑意。 反正你觉得这是不大,那同样的症状让你感受一遍,很公平吗? 眼看顾子轩又要站起来。 我继续开口,还是说,乔小姐摆烂摆到忘了年纪, 真要让你六岁的儿子替你受过。 最后,乔玄泪眼汪汪地吃下了几根半生不熟的豆角。 刚咽下去不久,她就捂着嘴奔向了卫生间,土得天翻地覆。 我无视了顾子轩看向我冷峻的目光,带着围青出门了。 弹幕安静了片刻,随后开始疯狂刷屏。 完了,我三观不正,我觉得陆玉好帅。 前面的等等,我也。 如果小时候,我妈也这样保护我,我现在不会中毒抑郁。 抱抱前面。 第四天,节目组又安排了新的任务。 据说有神秘嘉宾来拜访,安排了我们分工合作,准备一场丰盛的晚饭。 乔玄和另一个妈妈被安排,带着五个孩子一起去镇上的集市赶集玩耍,顺便采购东西。 我要求跟着一起去,对于乔小姐的育儿理念,我实在不放心。 乔玄显然是要把百烂人设贯彻到底,一脸无所谓。 嗯嗯,正好我不去了,回房休息。 最后经过协商,另一位妈妈向我承诺,会帮忙照顾好围青。 我被分到的任务是去荷花市挖奥,准备晚上做排骨藕汤。 结果我刚提了两根莲藕上了案,还没来得及擦掉手上的淤泥,工作人员忽然急匆匆跑来。 路小姐,你女儿出事了。 藕扑通一声,落回水里。 我吱吱盯着她。 你说什么? 维青出车祸了。 去镇上后,另一位妈妈觉得身体不舒服,停在路上休息了一会儿。 乔玄带着几个小孩去采购食材,结果馋上了零食奶茶,就坐在路边吃着烤鱿鱼,指挥他们去给自己买。 为了去马路对面给她买东西,维青被一辆没减速的小轿车挂倒,险些卷进车轮下。 我赶到医院时,维青已经在病房急救了。 乔玄坐在门口,一脸不安心虚。 我走过去,盯着她,目光冷急。 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品种的畜生? 好吃懒做就算了。 带小孩出门,让他们过马路去给你买东西。 你他妈脑他妈? 他仰头看着我,然后下意识拿起手里的奶茶吸了一口。 对不起吗? 我只是想吃那个唐山渣,又懒得动。 我也没想到,那辆车见了人竟然不减速。 我也不希望出这种事啊。 他无辜又委屈的语气,让我脑子里的闲彻底崩断。 怒气拉满,我抬手,直接甩了他两耳光。 对,整天又懒又馋,看见什么都想尝尝。 那墙角还有耗子药呢? 怎么不见你去舔两口试试? 见识不妙,导演组赶紧关掉了摄像机。 这两耳光,我用了十二分的力气。 乔玄的脸直接被我打得红肿起来。 他好像疼懵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目光落在我身后,眼泪忽然大颗大颗地滚落下来。 好疼。 我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后忽然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道。 猛地把我推到墙边。 接着一道陌生的男生响起。 张导演,我给你们节目追加投资, 不是为了让我老婆在这里挨打受欺负的。 我忍着后背火辣辣的疼痛, 扶着墙壁站起身来,把一只手揣进口袋。 几步之外,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搂着乔玄, 目光冰冷地看着我。 哪只手打的人? 别想要了。 我面无表情地盯着面前的两个人。 这男人应该就是小说里的男主顾涵, 乔玄的老公。 在那段有限的关于原文的记忆里, 竭尽所能地描述了他的厉害。 站在前拳巅峰,无所不能, 替乔玄摆平一切麻烦。 大概是无人捂逆惯了, 被我的目光盯着, 他神色愈发冷锐。 从今天起, 你别想在这个圈子混了。 我咧了咧嘴。 毫无畏惧, 威胁回去。 顾总, 如果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从今天起, 只要我没死, 你和乔小姐就要时刻注意生命安全了。 她冷冷地说, 放心, 你的命那么贱, 就算真死在这里, 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 看来她已经把我的背景调查得清清楚楚。 这时候, 医生从急救室推门出来。 陆维钦家长, 我再也顾不上乔玄和顾涵, 凑过去, 紧紧盯着医生。 放心, 你女儿只是有一些表面擦伤, 伤口不深,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 后面只要多注意, 不会留疤的。 我终于松了口气。 那她什么时候能醒? 她受了点惊吓, 我们已经用上药了, 很快就会清醒过来的。 围钦被推出来, 转移到隔壁普通病房, 大概是为了给观众一个交代。 导演小生和顾涵说了几句话, 重新打开了摄像头, 对着病床的围钦。 她白白静静的脸颊上也有了擦伤, 贴上了纱布。 碍于镜头, 顾涵没有明着对我做什么, 搂着乔玄离开了。 临走前, 她目光阴冷地看了我一眼, 威胁意味甚重。 我无视了她, 只是拖了个凳子过来, 坐在病床旁边。 大概过了半小时, 围钦醒了。 第一句话是, 妈妈, 我没事, 我小心地握着她的手。 去之前不是嘱咐过你, 不要听她的话吗? 乔阿姨说, 如果我不乖乖听她的话配合她, 所有人都会知道, 我妈妈养了个没叫养不懂事的女儿。 还说你本来名声就不好听, 到时候只会更差。 我知道乔玄想做什么, 她就是想把所有小孩都安排出去, 一样样买回她要的东西。 而她被几个只有五六岁的小孩子投喂, 突出那种众心捧月的感觉, 被一群孩子宠成小公主的老母亲。 这人设, 几乎满足了观众内心最大, 又最不切实际的幻想。 她计划得很完美, 只是没想到, 会有那样一辆不守交通规则的轿车出现。 正是因为这样, 我才格外愤怒。 孩子的安全, 未知的危险, 所有的一切, 都比不上她苦心孤意想塑造的百烂人设。 围青很聪明, 一般情况下, 不会石不破她拙劣的谎言。 无非是因为我, 我是围青的软肋, 以至于乔玄一提到我, 她就慌了。 围青还在输液, 药水有止痛安眠的效果, 她很快睡着了。 我噎了噎背脚, 起身出门, 给周时川打个电话。 直到自动挂断, 也没有人接。 沉默片刻, 我挂掉电话, 打给助理小唐。 她正在赶来的路上, 还有十分钟就到医院。 我把围青托付给她照顾, 然后独自赶往派出所。 撞到围青那辆车的司机已经被抓了。 车上还坐着两个人, 正是节目所谓的神秘嘉宾。 也是顾涵公司旗下的艺人, 用来给乔玄丽人设台咖的某单红歌手, 叫孙晴。 有顾涵撑腰, 她态度很傲慢, 都是一个圈子里混的。 你女儿既然没受什么伤, 我劝你还是收敛着点。 等顾总真的出手, 你就完蛋了。 我面无表情地打电话叫来律师, 把在医院和刚才的录音全部发给她。 交通肇事, 威胁恐吓, 我要对这些人提起法律诉讼。 还有十天旅行的节目组, 违背一开始签订的拍摄合约, 我要求他们公开道歉。 孙晴尖叫, 陆玉, 你疯了吧? 我原本已经抬不往处走, 这下回过头, 看着她扯扯唇角。 对, 所以跟一个疯子硬碰硬, 你们可要准备好。 原文里, 有一个用来形容顾寒的高频词汇, 叫雷厉风行。 所以, 第二天一早, 公司打来电话, 通知我综艺录制停止。 半个月后的剧组, 也换了女主角的时候, 我并没有很意外。 电话里, 经纪人艾杰语气委婉, 小陆, 你性格太尖锐, 得罪了人, 我尽力了, 但这是上面的决定。 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如今这样, 自然觉得惋惜。 但我的语气很平静, 谢谢您。 短短两小时, 话题榜上就挂满了我的黑热搜。 早年那些为了谋求机会, 在酒局间敬酒讨好的照片, 飞得全网都是。 哇, 我就说一个高中学历的长妹, 哪来的这么多好剧本, 原来是张腿的来的。 他女儿跟着他姓, 连爸爸都没有, 估计赔的人太多, 自己都不知道是谁的种。 陆玉才二十六, 他女儿都六岁了, 这种未婚先孕, 伤风败俗的人, 还当明星, 不该被封杀吗? 他女儿出了车祸, 他不去找司机麻烦, 反而打桥悬, 还不是极度人家 干干净净得来的机会。 哼, 不知道他陪那些大佬的时候, 会不会把女儿一起带上, 母女上阵。 医院里, 小唐欲言又止地看着我, 眼睛里蓄满泪水。 他并不是公司安排给我的, 是我自己雇的助理。 如今, 成了我唯一可以信任的人。 别哭, 你带维青回家, 就去四环外那间公寓, 在医院旁边的那栋。 我说, 看到新闻。 小唐包着眼泪, 用力点点头, 陆玉姐, 你放心, 我一定照顾好维青。 这天晚上, 我在某英开了直播。 首先放出的, 是顾涵在医院里, 威胁我那段录音。 从今天起, 你别想在这个圈子混了。 你的命那么贱, 就算真死在这里, 也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影响。 然后是孙晴在警局里的威胁。 接着是公司打来的电话。 你在圈子里混了这么些年, 难道不懂规矩吗? 顾总要捧的人, 也是你动得了的。 几端录音放完, 直播间的人数已经暴涨几百万。 这个时代, 毁掉一个女人最好最方便的办法, 就是给她安上当副的名头, 网络成堂。 我的确, 曾经为了谋求一个有台词的重要角色, 陪人喝酒, 点头哈腰, 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耻的。 那个角色我拿到了, 那不惜我成功了, 才有了今天的我。 我女儿是我收养的, 她干干净净, 清清白白。 她是我的女儿, 为什么不能随我姓? 口出慧言, 造谣声势的网友, 很快就会收到法院的传票。 顾总, 我这样的下等人, 的确是命剑如草剑, 但你要真想弄死我, 也得付出血的代价。 直播被掐断了。 我对着镜头, 大口大口的喘气, 才发现自己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 我心里很清楚, 这个圈子立一勾连, 我不可能再混下去了。 这场直播在网络上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风潮, 但至少, 我多了不少知识者。 陆玉当代独立女性代表, 侨全他老公魂飞社会的吧, 动不动就你的手别想要了, 吓唬谁呢? 他这么上等, 有本事让他老婆退圈, 别来赚我们下等人的钱。 自然也有反驳的。 他说收养就收养了。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年龄不满三十岁, 收养小孩是需要有配偶的吧。 陆玉有老公吗?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真有人觉得陪酒换来演戏的机会, 也能叫独立女性吧。 只有我一个人觉得, 顾总这种护妻型老公很帅吗? 那录音何成的吧? 经纪公司发布声明, 要和我解除合约关系, 还要追究我的法律责任。 我熬到深夜没睡, 好不容易才跟律师敲定了起诉材料。 正要进行下一步计划, 却接到了周时川打来的电话。 盯着屏幕上跃动的名字, 我迟了几秒才接起来,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听到他的声音。 有些遥远, 尾音模糊不清, 对不起。 不用道歉, 周总。 我说, 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 面对这种局势, 您明哲保身是应该的。 这些事, 我自己会处理好, 不会把您牵扯进来。 您看什么时候方便, 我们可以去办理离婚手续。 那边深吸了一口气。 不, 阿玉, 我不是说这个。 没保护好你和维青, 是我的失职。 从现在开始, 不会了。 电话挂断。 就在这通电话打来后的第二个小时, 经纪公司突然删除了原本的声明, 改发了一封道歉信。 大意是说, 我身为他们公司的艺人, 一直兢兢业业地拍戏, 配合公司宣传。 但他们却因为受到威胁, 没有保护好我, 实在失职。 紧接着, 周时川注册微博, 发布了一条消息。 他也没说什么, 只贴出了和我的结婚证, 还有为亲的收养证明。 这条微博, 瞬间冲上了热搜第一。 WOC, 周时川, 陆玉老公是周时川, 演川集团的最大股东, 那个三十出头, 就身架过百亿的神秘大佬。 演的吧, 这是演的吧, 有没有人深巴一下, 这微博, 不会是录于自己注册, 自己屁的图吧。 周时川的动作, 快得惊人。 天刚懵懵亮, 和妈妈的十天旅行, 节目组就发布了道歉信, 承认他们接到顾寒要求, 整个拍摄过程, 的确偏向乔玄, 故意无视了其他孩子, 可能受到的伤害。 甚至放出了一段厨房里的视频, 证明, 那盘没熟的豆角, 确实是乔玄做的。 后来出事了, 才甩锅给顾子轩。 甚至, 还有不知道哪来的数十个营销号, 一起公布了乔玄公司, 针对他的量身打造的营销计划。 从初到起, 就广为人知的从容百滥, 是安排好的人设。 弹幕上最初带节奏说他可爱的, 是公司的水军。 一切的一切, 都是营销计划里的一环。 作为和他同龄的女明星, 我是被选定的跳板之一。 舆论已经被周时川快节奏的反击, 强拆强买的消息都放了出来。 包括之前直播时被质疑的录音文件原件。 原本这些, 是可能要挤进坎坷曲折, 才得以打出的招式。 但周时川给我造了一方, 可以肆意反击的舞台。 也多亏了那段有关原文的记忆。 否则以顾含一贯的冠冕堂皇, 倒真的很难抓住证据。 他为自己急速恶化的名誉, 和公司下跌的骨架交头烂额, 自然没有余力在顾及乔玄。 短短几小时, 乔玄就从人人称道的摆烂真性情, 变成了好吃懒做的巨婴。 摆烂也不是这么摆的。 什么都丢给几岁的小孩子做, 自己在背后享福, 喜欢他的是不是现实里也不学无数, 好吃懒做呀。 本来就是剧本, 看得乐子罢了。 对陆玉看剧本那次就暴露了, 真正的摆烂人对一切都无所谓, 谁会因为别人眷不眷而焦虑? 某些人怎么不继续供亲你家姐姐了? 是想到自己三千五的月星突然清醒了吗? 借着他送的这股东风, 我召开记者发布会, 宣布和前公司正式解约, 接下来会和顾涵乔玄, 以及孙晴和他的司机等人走法律诉讼程序。 当天晚上, 乔玄在微博发布视频, 公开道歉。 镜头里, 他眼泪汪汪地承认, 自己不该给围亲未没做熟的斗角, 不该指挥几岁的小孩子给自己买东西, 不该狗仗人士, 仗着背靠顾涵这棵大树, 肆意拉踩其他同龄女明星。 最后, 他哭着道歉, 说自己会退圈, 去山区之教, 弥补过师。 至于顾涵, 运气没那么好。 他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勉强稳住公司岌岌可危的口碑。 但网友们提起他, 再也不是霸道护妻的总裁, 而是万恶的资本家。 关于乔玄的舆论风波, 很快结束了。 热搜上多了很多关于我的正面话题, 包括从七年前出道至今, 拍过的所有片子的剪辑几景。 包括之前在片场, 为了更好的贴合角色, 我连着两天不吃饭, 只喝水。 工作人员吃喝饭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被台词。 包括某部戏冬天拍摄时, 某个因为对戏男演员NG了十多次的镜头。 我也是一遍又一遍, 把自己泡进还截着碎冰茶的冷水中。 甚至连我在某半分享书评和独厚感的无名小号, 也被人扒了出来。 我错了, 之前说他装, 原来他是真看过王小波和萨拉玛哥。 WOC有人发现了吗? 如果算上客串作品, 陆玉出道七年拍了一百多部戏。 发现了, 刚出道那几年, 有很多戏只有两三秒的路人镜头, 他也肯去拍。 难以想象, 如今的内鱼还会有如此敬业的女人, 时间安排这么满, 他都不休息的吗? 其实我一直不觉得, 这有什么值得宣扬的。 作为演员, 我能赚到的收入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 那么为此不辞辛劳的付出, 力求做到最好, 也该理所当然。 至少现在的日子, 比小时候被我妈拎着棍子追打, 被喝醉的我爸一脚踹翻在地上时, 要好过太多了。 八年前, 高考前夕, 我被我爸五花大榜, 要卖给村里的瞎子换彩礼。 我什么都没带, 拼了命翻窗逃出来的时候, 已经错过了考试。 在某工厂打工半年, 阴差阳错被选中做了群演。 凭借一张还算不错的脸, 在刀尖上滚过几回, 才算混出点名堂。 一切尘埃落定, 我先回家看为亲。 他的伤口已经在结痂, 正趴在飘窗上画画。 小唐把他照顾得很好, 网络上的风波起起落落, 并没有影响到维青。 我和维青说了话话, 看到小唐举着手机在外面挥手, 走出门去。 他压抵嗓音, 陆玉姐, 亲蒙娱乐打来电话, 说要签你。 亲蒙娱乐是圈内的行业龙头, 形势极为低调, 旗下一人不多, 挑出来却无意不是声名显赫的实力派。 上一个被他们签下的女艺人, 如今正在好莱坞的国际赛道, 驰骋拼杀。 我带着律师, 去和他们见了一面。 对方递出的合同, 条款正大光明, 待遇优厚, 我的律师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也挑不出什么差错和陷阱。 坐在对面的中年男人, 一脸温和, 陆小姐如果觉得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可以签合同。 贵公司怎么会挑中我? 不等他回答, 旁边一脸吊儿郎当的青年, 就责了一声。 你眼睛好, 工作敬业, 还肯吃苦, 签在你那前公司, 才叫明珠案头。 况且, 你还是周世川他老婆。 我一正, 您是周总的朋友? 他慢慢皱起眉头, 上下打量着我。 好半天才吐出一句, 你管你老公叫周总, 这是什么情绪? 我难得的, 红了耳朵。 决定转移话题, 周世川一直没来见我, 所以我不知道, 你和他是朋友。 他人还在重症病房躺着呢, 怎么来见你啊? 这话脱口出后, 他神情懊恼地捂住了嘴巴。 你可别告诉他是我说的, 不然扣你工资。 周世川出国谈生意, 出了车祸, 肋骨断了两根, 几乎插进肺里, 抢救了一整夜。 醒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给我那通电话。 道歉。 然后, 说他会解决好一切。 十小时后, 飞机在异国他乡的机场落了地。 手机刚恢复网络信号, 我就看到了热搜头条。 顾寒性取向沉迷, 与乔玄离婚手续正在办理中。 扫了两眼, 大意是说, 顾寒被人拍到孤身前往医院钢肠课。 有知情人士爆料, 他昨晚在某特殊酒吧激情热舞, 和七八个男人勾勾搭搭, 离开时被两个壮汉搂在怀里。 热评第一, 屁股扭得不错, 真骚。 我? 周世川? 好狠。 但又好解气。 我在医院门口的花店犹豫片刻, 还是选了一大束白玫瑰, 抱着他推开病房门后。 我第一时间听到周世川的声音, 带着我从没听过的冷淡。 拿出去扔了吧, 我不要。 嗯。 我硬了声, 我等会儿走的时候再拿走。 然后我就见证了周世川的一秒钟变脸。 他直直盯着我, 好几秒后才吐出两个字, 阿玉。 不, 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难得露出几分懊恼的神情, 解释道, 早上隔壁病房的陪护来送早餐, 我拒绝过。 刚才花挡住了你的脸, 我还以为又是他。 看来周先生在异国他乡, 桃花运也相当不错。 他微微一笑, 别取笑我, 阿玉。 我把花束放在床头柜上, 顺势在床边坐下。 沉默许久, 才轻声道, 谢谢。 看着他胸前绷带隐约渗出的血迹, 我眼眶发酸。 为什么出了这么严重的车祸, 也不告诉我。 害怕你担心, 又怕你不担心。 周世川无奈地笑笑, 因为之前昏迷过去, 没看到节目直播, 让你受了两天委屈。 对不起, 阿玉。 是道歉, 但那眼神温柔又缠绵地落在我身上, 分明带着勾引的意味。 这就是周世川擅长以退为进, 在冷硬的高墙也会被丝线不动声色缠绕, 一点点收紧, 然后在某一刻, 轰然坍塌。 我怎么会不担心你呢? 再怎么说, 我们也结婚了, 你是为亲的爸爸, 我还。 后面半句话被我吞了回去, 至今想起半年前那次醉酒, 仍然觉得荒唐。 在周世川那间色调冷淡的书房, 喝醉的我按着他又啃又咬, 痕迹从散落一地的文件上蜿蜒而过。 阿玉, 清点, 算了, 都有你。 最后, 周世川无奈地举手投降, 任我处置。 醒来后, 我看着他嘴唇上的伤口, 只觉荒唐, 火速逃离尽足。 难得一次失态, 索性周世川并未放在心上, 差不多五天没联系, 也只在那天晚上收到他一条消息。 吃到一家蓝莓觉得不错, 让助理给你和维青各送了一箱过去。 成年人的世界有自己的潜规则, 绝口不提, 意味着那晚的事就这么接过去了。 我意识到自己走神了, 还在想一些少而不移的东西。 回过神, 周世川躺在病床上, 定定地注视着我。 那仿佛洞悉一切的眼神, 难得让我老脸发红。 总之, 还是很感谢您, 周先生。 我知道, 就算没有我, 你也有自己的办法。 与死网破, 顾寒也不能从你这里全身而退。 我安静下来, 没有说话。 他说的没错, 我就是这样。 倘若顾寒要敲掉我满口牙齿, 我肯定要在那之前, 咬下他一块肉来。 周世川轻轻叹了口气, 似乎引动了胸前的伤口, 脸色一白。 但是, 阿玉, 我希望你能平安。 偶尔想着利用一下我, 我会很开心的。 结婚一年九个月, 我一直恪守着和周世川相处的那条线。 他太危险了, 倘若我稍微陷进去, 就再也无法抽身。 但此刻, 也许是他躺在病床上, 脸上没有血色的样子, 看起来太具有迷惑性。 有些话, 我没忍住, 脱口出, 为什么要这么帮我? 周世川看着我, 眼睛里的波光在轻柔地晃动。 然后他笑了, 如果你仍然警惕不敢信我, 那我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因为围青。 但如果你肯接受的话, 是因为我爱你, 阿玉。 十天后, 周世川出院回国, 因为伤口还在愈合期, 回去时坐着轮椅, 被我推上了飞机。 小唐带着围青来机场接我们, 身后还跟着几个人, 是我安排的保镖, 平时一般都是藏在暗地里的。 周世川向我解释, 固含形势极端残忍, 我担心他恼羞成怒, 盯上围青。 我点点头, 下意识又要说谢谢, 又及时吞了回去。 围青走过来, 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周世川手腕缠着的纱布。 疼吗?爸爸? 我给你呼呼。 周世川摸摸他的头, 不疼, 围青的伤口呢? 还疼吗? 他摇摇头, 看着周世川的眼睛里闪闪发光。 知道妈妈会来保护我, 就不会疼。 周世川弯起唇脚, 妈妈也来保护了爸爸。 时隔半年, 我又带着围青回到了周世川的别墅。 签完合同后, 亲蒙娱乐安排了新的经纪人。 给我接的第一个剧本, 就是名导演的大制作。 你的资历和累积早就够了, 演技也磨练得足够好, 就缺一个一鸣惊人的机会。 新经纪人静解直截了当, 三天后去试镜, 我相信你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我七年如一日地磨练自己, 就是在等这样的机会。 等不到也没有关系。 一步一步往上走, 也总有登顶的那天。 试镜当晚, 静姐打来电话, 说这个角色给了我。 半个月后开拍, 你准备一下。 我模模糊糊地想起, 原文里这个机会似乎是给乔玄的。 但不知是蝴蝶在哪一刻扇动了翅膀。 一切都偏移了方向。 整个拍戏的过程里, 周世川时不时来探班。 他身体素质不错, 不过一个多月, 伤势就好得七七八八。 但我仍然提心吊胆。 连周世川试图抱抱我, 也被我拒绝。 他叹了口气。 阿玉, 我好歹是个三十二岁的大男人, 不是玻璃做的。 伤筋动骨一百天, 再怎么样, 伤口也不能这么早被压倒。 我坚持拒绝了他, 我先去片场了, 今晚有夜戏, 不回去了。 周世川表情淡淡, 看起来有些沮丧。 当天晚上, 顾寒又上了热搜。 这一次, 是有热心的群众举报他吸毒。 等警方赶到时, 磕嗨的顾寒连手腕骨折都不觉得疼, 还在和一群人癫狂地闹腾, 被通通抓走。 看到这条新闻时, 我正在剧组喝倒言请的糖水当宵宴。 愣了一下, 脑海中忽然飘过顾寒曾经的威胁。 哪只手打的人? 别想要了。 把杯子里最后一口糖水喝掉。 我出去, 给周世川打了个电话。 他承认得异常爽快, 发现涉毒行为及时举报, 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我安静了两秒, 确实, 理由很充分。 但我总觉得, 顾寒是撞枪口上了。 接连几天, 顾氏集团骨架大跌。 后来我对顾寒和乔玄的起诉开庭审理时, 顾寒没有出庭。 据说他有产业涉黑, 已经不是被拘留那么简单了。 顾子轩已经被顾家其他长辈接走。 至于乔玄, 山区支教小半年, 似乎真抹平了他的性子。 眼睛里曾经的浮躁虚荣通通消失不见, 反倒多了几分真挚的歉意和羞惨。 法庭上, 他非常诚恳地对我和韦卿道歉, 表示愿意接受任何宣判结果。 孙晴连同他的司机, 也公开道歉赔偿。 一切尘埃落定。 这天, 离开公司时, 周世川开车来接我。 正要上车, 旁边的绿化带中, 忽然传来微弱的猫叫声。 我正了正, 转身走过去, 蹲下身。 一只小兰猫从绿化带里探出头, 警惕地看着我。 我垂眼与它对视。 两久, 它喵了两声, 一蹶一拐地走出来, 在我手心蹭了蹭。 我和周世川把他送到了最近的宠物医院, 治好后, 带回了家。 围卿非常高兴, 抱着小猫亲了一口, 妈妈, 就叫它小桃, 好不好? 我笑着点点头, 看着它从袋子里翻出猫条喂小桃。 周世川走到我身后, 轻声叫我, 阿玉。 我们现在, 是不是更像一个家了? 这部戏杀青时, 夏天已经进入尾声。 围卿马上要读小学一年几。 这天我难得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和周世川带着围卿去了趟迪士尼。 他开心到极点, 跟着游行花车的队伍又蹦又跳, 和扑扑星带路合影。 玩得太开心, 晚上回家时, 在车上就躺在我怀里睡着了。 周世川语气温和, 看到围卿这样, 你应该可以放心了。 我抿着嘴唇, 点点头。 围卿是我两年多以前, 在一座村子里拍戏时, 见到的小姑娘。 那时候, 他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被他生父提着棍子, 打得满地翻滚。 原因是, 他吃了本该留给他弟弟的一个鸡蛋。 那男人一边打, 一边骂他赔钱货。 他生母就抱着小儿子, 在一边冷眼旁观。 我在某个瞬间, 和他狼狈又仇恨的眼神对上, 忽然就下定决心。 我要收养他。 围卿的父母问我要了几万块之后, 简直是迫不及待地把他交到了我手上, 但卡在了办理领养手续那一步。 那时候, 我才24岁, 唯一的办法就是找一个满30岁的男人结婚, 住。 小说世界观稍有变动, 现实中虚, 夫妻双方都满30周岁, 才可以领养孩子。 周时川就是在这时候找到了我。 其实我与他不过几面之缘, 只是听人说, 他年纪不大, 却在事业上很有建树。 家里人催婚催得比较急, 我母亲已经是肝癌末期, 唯一的心愿, 就是看到我尽快成婚。 我警惕地说, 周总应该有很多选择。 他笑了, 但陆小姐目前应该只有我一个选择。 我无法反驳。 为了让周时川放心, 我主动提出签署婚前协议, 也尽可能地不去麻烦他。 他对围卿一直很好, 我很感激。 就算有一瞬的动心, 也被我很好地克制住, 掩藏在心底。 我不能容忍自己处于被动地位, 被一个人牵动情感喜怒。 但这场各取所需的合作, 是什么时候发生了改变? 我竟然一无所决。 到家后, 我把困卷的围卿抱回房。 他已经快要睁不开眼睛, 但还是努力地爬下床, 去刷了牙后, 才重新躺回去。 小桃蜷缩在他身边, 睡得正香。 妈妈, 晚安。 他说着, 就进入了梦乡, 嘟囔着, 爸爸也晚安。 我轻轻关上了门, 一转头, 就看到周时川站在后面。 以着窗边, 目光与我对上, 非常温柔地笑笑。 我下意识问了句, 你伤口还疼吗? 四个月了, 阿玉。 我认为我白天抱起为亲, 带着他去追花车的时候, 已经证明我痊愈了。 我吞了吞口水, 明明周时川看过来的目光, 一如既往的温和从容。 我却莫名有种, 心口发热的紧张感。 为了缓解这种感觉, 我邀请他下楼喝酒。 酒精果然有奇效。 一杯接着一杯, 我不知不觉, 已经完全放松。 看着对面, 柔暗灯光下, 周时川那张英俊的脸。 我舔了舔嘴唇, 揪着他前茎, 就亲了上去。 周时川, 你嘴唇有点干, 我帮你润润。 意乱情迷, 但却没能到最后。 因为周时川大概是常年清心寡欲, 家里甚至没有备用的某种用品。 他摁着我亲了亲, 把我塞回被子里。 中途路过镜子, 灯光暧昧, 镜子倒映出他抱着我时, 用力的手臂肌肉线条, 流畅又漂亮。 色令置婚。 唯卿正式开学后, 我和周时川的关系, 也算划入正轨。 但我还是忙于事业, 鲜少和他约会, 最多也就一起吃个饭。 那天我拍完广告片出来, 发现他的车就停在外面, 带你去见几个朋友。 周时川把我带到了一场小新酒会。 他的朋友, 大多是个行个业颇有建树的人, 年纪都不大, 但都成就斐然。 甚至有不少, 平时只在财经杂志和学术论文上见过。 周时川揽着我的腰, 笑容温文尔雅, 向每一个人介绍我。 这是我夫人, 叫陆玉。 我举着酒杯笑笑, 请多关照。 其中一个, 似乎是某大学的教授, 打量着我, 开口道。 我夫人很喜欢陆小姐的电影, 不知道能不能帮她要一个签名。 当然可以。 最后去见的是一个十分眼熟的年轻男人, 亲蒙娱乐年轻的总裁, 罗轩。 他大概是喝多了, 一看到周时川就得意地挑眉, 拍了拍他的肩膀。 怎么样? 要不是我告诉你老婆, 你受伤的事, 引起了他的担心, 估计你得一个人睡在冰冷的病房半个月, 嘖嘖嘖。 现在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怎么感谢我? 周时川看着他, 忽然勾起唇角, 原来是你说的。 罗轩卡了下壳, 猛壳两声, 转向我。 陆玉啊, 昨天有个不错的剧本对接过来, 这几天你有空的话, 让胡静带你来公司参加剧本研讨会。 说完, 端着酒杯火速逃离。 这天晚上离开时, 我的好友列表里已经多出不少周时川的朋友。 我问周时川, 为什么要介绍这么多朋友给我? 防止下次出现顾寒那样的事。 而我又不能立刻知道的时候, 没人可以帮你。 其实, 我自己可以解决。 是可以解决, 但要付出的代价, 是你精心打拼很多年的事业。 周时川把车停进车库, 转头看着我, 阿玉, 我的一切都是与你共享的。 如果你不想利用我, 我会伤心。 怎么会有人求着别人利用自己呢? 我觉得, 如今的周时川, 和我曾经印象里那个温和却树立的周总, 相去甚远。 但这样的他, 反而让我的心动更无法收敛。 愧不成军。 一片寂静, 周时川又忽然开口, 明天有空, 陪我去做个小手术吧。 我心底一沉, 怎么了? 你伤口又复发了吗? 去劫杂。 他笑着摇摇头, 阿玉, 我知道短期内你不想生孩子。 有为亲, 也足够了。 我抿了明嘴唇, 抬眼望着他, 你不用。 他撑着额头, 有点无奈地笑。 你不用觉得有负担。 只是我想尽办法, 想对你好一点, 又怕你感受不到我的心意。 他伸手过来, 轻轻握住我的手。 阿玉, 我已经32岁, 年纪不小了。 最大的心愿, 是能得到你的喜欢。 不用同等程度, 一点也好。 这话说的, 未免太过可怜。 几乎是明晃晃地告诉我, 他在示弱。 但我偏偏, 很吃这套。 两年的婚姻, 足够周时川把我的软肋, 摸得清清楚楚。 我沉默片刻, 终究是任命地伸出手去, 抱住他。 周时川, 我其实很早很, 很早, 就喜欢你了。 从前不敢心动, 如今必无可避。 温热地闻, 连同带着些微笑意的声音, 一起落在我耳畔。 我知道。 这一刻, 我终于想起来了。 在那段已经越来越模糊的, 有关原文的记忆里, 似乎并没有出现周时川这个人。 我原本凄惨的下场得以改正, 至少受到了他的影响。 但即便没有周时川, 我的下场也不会像原文里那样。 无论如何, 我不会自杀。 只要给我一丝机会, 我也会不遗余力地 从原本的命运里挣脱出来。 只要有片刻喘息的可能, 我都会不懈怠地往前冲, 不惜任何代价。 出神间, 车内的气氛越来越滚烫暧昧。 周时川稳着我的眼睛, 换回了我游离的神思。 阿玉, 这种时候, 是不是该专心一点? 我扯扯唇脚, 搂住他脖梗, 热烈银河, 抱歉, 妈的, 周时川这个装可怜的骗子, 哪个年纪不小的人体力会这么好?